再来关系呢 北剑在23日下午的时候 找到这一名正在受训的洛姓远警 并将他带回派出所进行搜索 目前也将人带回相关单位进行训问 因为现在呢台北市中山分局 先前才爆发邱姓前女警 违法替有人偷查个资 又和诈骗集团成员交往 想透过对方趁机黑吃黑 现在呢又出现相同的情形 中山分局呢又在爆发远警泄密的事情 而真的远警涉及不法 态度是绝对会加以严查 而至于证明洛姓远警事案到什么程度 都有在检察官一一调查理清